四通八达的路网让阴商部落商人们的脚步遍及中原 到达了今天的山西 陕西 长江流域甚至更远的地方 我们从出土文物中能够看到当初祖先们高度投泥的产品规格 不同区域出现的陶器 青铜器器型非常多 甚至连选用的陶泥和大小都是一致的 郑州二里港的几个故企作坊中 发现单个作坊竟然只做成半成品 也就是说在商代就有了划分细致的多级加工市场 这是典型的初级工业化生产和市场化销售的证明 这真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这种遍及东亚大陆的交易当然不是单向的商品输出 在荀子的王志中描绘了各地商品 不愿望守着森林的人只需要伐木就能活得很好 守着合乎的人只需要捕鱼也能活得很好 农民不必再去当木脚学之后也能有器物食物 而工匠和商人不用种田也能有粮食吃 先进的技术和商品四处扩散 代表着先进科技和先进生产力的音商部落 把青铜的工具和生活用品卖到了中原各地 也把先进的技术和意识带到了数以千计的独立城邦 但更重要的是任何更具竞争力的技术和产品创意 都会通过道路信息网络被传播 形成有效的商品竞争 更具新意的产品设计和制造工艺 被及时汇总到音商的都城 这就会淘汰落后的技术和产能 形成更具竞争力的商品投入市场 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带来了活跃的信息流 激活了整个大陆的创造活力 给音商王朝带来了更大规模的产品创新 和商业竞争优势 我们经常说中原是我们的文明的原点 或者说它是一个中心 它能够将它的能量发散出去 这样形成了一种重心捧月的态势 事实上我们也可以把它反过来看 中原文明它由中原文明 它最后能够形成像商朝的这样一种 在那个时代的极大常文明 我就知道 rearrange first November 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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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 春 春 夏 zoo 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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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夏 j 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